嗨 你今天洗澡了嗎 今天我們要介紹很愛洗澡的台灣人 跟很會洗澡的熱水器 你知道為什麼人要洗澡嗎 以中醫學來說 洗澡有一個非常重要的一個動作 就是排出你身體的二氧化碳 跟解除你身體的疲勞 讓你新陳代謝血韻循環變得更好 這個時候你的人洗完澡之後 就會有一煥然一新的感覺 但是你知道民國初年的台灣人 去不洗澡的喔 其實在民國初年的時候 大部分流行是用擦澡的方式去洗澡的 因為當時取水不方便 但是到了1912年之後 日治時期的台灣神鎮湖 他們發起了一個全民洗澡運動 所以之後就出現了一首歌 其實是因為在日治時代的台灣 其實皮膚病非常的嚴重 所以當時的日本人 他們為了要鼓勵台灣人洗澡 就在很多地方大量的設置澡湯 但是現在都沒有了 好可惜 男女婚姻 但是如果大家想要回憶 日治時期的台灣玉場的話 你就可以到陽明山上面 也就是因為當屬而設立的 你知道現在的台灣 打開水平有熱水器 是一個多麼荒唐的事情嗎 不知道 在我爸媽那個年代 他們都還曾經經歷過去砍柴啊 燒水啊 他們就會挑水之後 像鍋子一樣 在燒上面 然後加熱把熱水 熱水跟冷水混在一起 然後都這樣 所以 其實真的熱水器在普及 這個其實是一個非常非常幸福的事情 是因為工業的發達 社會的進步 造成了新天的你 滷啦啦滷 我媽以前都說他們用無塞去贏招咧 喔 把無塞當成 類似煤炭的概念 對 無塞其實是一個很好的燃料 炒吃下去 它那個纖維不會完全消化嗎 無塞裡面又含有那個 甲烷 所以 無塞你把它 疊疊疊疊在一起 中間插個水跟羊 炸掉的時候 不是喔 我媽說這樣可以燒很久 你說一餅無塞嗎 好幾餅 然後再加花生殼再加稻草 無塞很好用耶 無塞現在很珍貴的 但是我們又一起拍到無塞生活 所以話說回來 其實當時那個年代 你在騎招的時候 旁邊能夠烤個小地瓜 在那個年代是一個生活的小確幸 之後一路一路眼鏡 眼鏡到後面就有一個 三角的固定叫做 煤炭爐 煤炭爐就長成這個樣子 煤炭爐當時出現 其實就大大的改善 台灣人當時在燒熱水澡的不方便 當你越方便的時候 你洗熱水澡的次數 就會增加啦 而一路到了民國53年 總算有一個人 引進了德國的熱水器 當時因為台灣人 對於煤炭爐已經非常的駕心就熟了 所以台灣人依照慣例 我們就是把德國的熱水器 全部拆開來 然後copy起來 我們就會啦 在這個時候 大家在冬天在寒流 就不用冷嗖嗖的出去燒熱水了 只可惜的是 你洗完澡之後 沒有熱騰騰的地瓜可以吃 一路到現在 因為時代的眼鏡 台灣熱水器的種類也非常非常的多了 但是你有沒有想過 你家的熱水器應該要怎麼挑選 或是你家的熱水器適合什麼樣的熱水器呢 那我們就帶大家去買吧 好咧 各位 我們來到了現場啦 今天我們就要來大家看 如果一般消費者 你要買熱水器 你應該要怎麼買 怎麼挑選 不是來這邊挑古賽 沒錯 這整個後面唱過頭買買的無賽 有多臭 超臭這樣子 Oh my God 我特地為大家打電話預約了 在這個裡面有各種樣的形式 各種樣的不同種類的熱水器 可以讓大家一次知悉跟知曉 有冷招沒開 等一下沒有開沒有關係 沒有我遙控器 好用 好冷喔 大家知道熱水器有分很多種 有電的 有熱泵的 有太陽冷的 有瓦斯的 你家到底適合用哪一種呢 其實今天看完這一集之後 你就會非常清楚啦 請進 你好歡迎光臨買熱水器嗎 我們這種感覺我們像那個直播帶貨的 來這一組 Amico百貨公司 美金算起來十一萬兩千 今天多少 五萬六 五萬六啦 來 適合在家樂福那邊直接賣 現場賣 帥哥 熱水器啊 小姐 家裡有沒有熱水器啊 要不要我幫你裝 還是要到我家洗澡 那你知道一百年前的熱水器廣告長怎樣嗎 一百年前的熱水器海報 New Discovery About Hard Water 打開來把那個煤炭加進去 然後燃燒 破熱水 你家裝什麼熱水器咧 要換電子的 你有沒有在換熱水器的時候 有沒有哒哒哒哒哒哒這樣子 有 有 那就是瓦斯 以前的瓦斯型熱水器是有明火的 一個小小的火焰 就像是打火機那個賴打 所以大家如果點煙的時候 你會通常如果外面在戶外風大的時候會怎樣 灰體啊 就這樣 涼體 你怕手就會這樣子嗎 擋住對不對 沒錯 這個如果是在熱水器的話 那就是等於在室內吧 但是室內如果風一吹 又大 但是你聽 還是有氣 所以這就是很多早期那個時候 大家會中毒的原因 所以之後呢 人類就有一個新的發明 在瓦斯型熱水器的時候 他們就會用通過水 然後才會加熱的一個想法 然後這個時候也算是一個 非常重大的突破 那瓦斯型熱水器呢 跟一般的用電的熱水器 你知道最大的差別在哪邊嗎 加熱方式不一樣 對 沒錯 但是你覺得台灣人一般人是用瓦斯的多還是用電的多呢 瓦斯 為什麼呢 我家都瓦斯 所以你家就代表全台灣人 大家也瓦斯 因為瓦斯熱水器其實是台灣最普及的 因為基本上瓦斯的電的價錢 它是均一價的 但是電呢 它是有夏季季電跟冬季季電的不同樣的費用 另外還有一個空間性的問題 大家還記不記得有一集我們跟梁師傅有拍一個換我老家的熱水器 對不對 我老家的熱水器就是用這台 你知道為什麼用這台嗎 太高兇 看起來夠漂亮 因為我倉庫鑰匙 好好 我們身為一個工業製造裡面的專業角色 我來跟你講他們這台厲害的在哪裡 熱水器裡面最容易產生的東西是什麼 鏽 所以這時候你會用不鏽鋼對不對 但是不鏽鋼在導電係數上其實是很差的 但是它用了一個東西叫流體力學 另外大家在加熱熱水的時候 是不是就是加熱棒插進去 然後水流過去 然後讓你通過水經過加熱泡對不對 但是你有沒有曾經想過用流體力學的概念 然後把它設計在熱水器裡面呢 通常導熱性越差 它也同時擁有一個優點 你知道什麼嗎 保溫器比較好 沒錯 我會是台大畢業的 這是一個物理性的問題 關於流體力學 我們有機會再拍一集跟它好好講解 所以瓦斯型熱泡器的好處是什麼呢 就是它即開即熱 它的價錢其實平均起來 我覺得是比較便宜一點的 它就是一開水過去 加熱水出來 熱水刷 這種簡單暴力 所以如果你的安裝空間小 它同時在戶外 然後呢你又是長期使用 家庭是使用 那你就蠻建議你用瓦斯型熱水器的 但是瓦斯型熱水器有這麼多種 你要怎麼分它的好壞呢 貴人就好了 不一定 錯 功能多 功能多 你還要什麼功能 我要唱歌給你聽是不是 它開熱水的時候 其實熱水器的幾個重點 第一個就是安全嘛 偵測熱水器 我們曾經在那一集有拍到有講到過 然後第二個就是它的加熱速度夠不夠快 它的恆溫狀態夠不夠好 最後一個就是我覺得很重要的就是 聲音噪音 它這個開起來的聲音大概就這樣 住手送一下水 沒有啦你開熱水啊 開熱水啊 開熱水 開熱水 安靜耶 當然不是每個家裡都有條件 就是裝熱水器 畢竟還是有一些地方 他們有送瓦斯管進來啊 或是租屋處臨時搭出一個 微樓啊 它不能裝瓦斯型熱水器 那這時候怎麼辦呢 那我們就裝另外一種 電熱水器 電熱水器 瓦斯型熱水器你可以把它幻想成 就有點像是瓦斯爐的概念 打開瓦斯泡 然後回水加熱 那電熱水器呢 大家有沒有看到那個 電棒 電流幾幾棒 不是 你知道在以前熱水器還不普及的時候 你媽媽在家裡面燒熱水 你知道是要插電湯汁下去的 像熱水壺的原理 是衍生到現在才有熱水壺的 在熱水壺之前 你知道它是插一個東西插進去 然後插頭 然後就用電阻讓它加熱 然後你的水就更加熱 看來大家的工業歷史 不要好好的去補足一下啊 回到頭來 什麼樣的人 你家裡適合裝電熱水器 或者是選擇電熱水器呢 就是有兩個 一個就是說 你的那個地方沒有瓦斯管 安裝很麻煩 那第二種就是 你是單一單一的想要去計費的 好比說你是房東 你一整層樓嘛 你就不知道到底瓦斯費要算誰啊 那瓦斯跟電匯分了之後呢 那電要怎麼挑呢 就是你就可以用容量 那除非像這種 它就是有兩種加熱棒 很快加熱一堆的 其他的大部分就是 你開了機的時候呢 它就開始把整桶裡面的水加熱 所以它裡面有兩個蠻重要的重點 第一個就是蓄能 然後第二個就是 你要先把它加熱好之後再來洗 好處就是 你可以一次提供整洞打扇的品質 就是大量水量 常常在旅館 飯店 摩鐵 各公里 你可能就會用這種大型的 因為你一次開 可能一次會有二十個人一起洗澡 人多比較嗨一點 所以如果今天你要換電熱水器以後 它就是用人數去換算就好了 人數越多就越大台 人數越小就越小台 所以在這個時候聰明的小朋友 你是不是會想到 如果你用電湯匙的原理 插到一個水裡面 三不五十再加熱 又不常去泡在水中 才會怎麼樣呢 生鏽 生鏽嘛 對不對 所以這個時候 史密斯先生又想出了一個很聰明的想法 欸 你知道是什麼嗎 音叉 你說那個音叉 就是考驾照的時候 那個醫生會這樣 然後在你左邊 然後你要舉哪隻手對不對 對 不是 這個呢就是插在電熱水器裡面的 電流機器棒 本稱加熱棒 所以你在它的後面 你就會看到行門寫一個 220V 2000W 然後後面這邊有兩個螺絲 然後可以讓你鎖上電線的 也就是說任何一根電 它只要插在這兩個上面 正極間負極它就可以加熱 另外你有發現這個上面 藍藍的是什麼 就是叫金龜特戶 就是能夠讓他們 曾經有一台熱水器使用50年 可以讓他們插在水裡面呢 水垢不會附著 不會生鏽 然後讓你的加熱的穩定度 跟它的持續性 可以非常好的一個圖層 你知道它這個東西 原本長怎樣嗎 原本長這樣 它這種原料嘛 然後把它打碎 挑選出來之後再把它磨成粉 磨成粉之後呢 把它鍍上去 也就是所謂的金龜特戶 像我們就是金龜去化工 這種塗層啊 這種東西 很賺錢 人類常常會想出一些 有趣的物質 然後把它塗在一個什麼東西的上面 然後它就變硬 那就變得更持久 那都是成功的塗料 好像在電視廣告 當然除了電熱是圓桶狀子之外 其實瓦斯型也有 而另外一種 它一樣是圓桶型的 但是它完全不是瓦斯 也不是電熱的 叫什麼呢 熱蹦 熱蹦熱水器你見過嗎 沒有耶 它當然在台灣的歷史 沒有像瓦斯型熱水器 或者是像電熱水器這麼久 那還有一個主要重點是 因為你家不是住豪宅 那倒是 因為熱蹦它主要 它在買的時候 它的價位比較高 但是呢 它的功能就是 在它使用下的時候 它的電費會非常的省 也就是說跟一般的 電熱水器比起來的話 大概是 差了四倍 你有想過你們家四個人洗澡 一天洗澡費要多少錢 兩千塊 你們家洗的那種 是泰國的嗎 大概二十塊錢 所以你現在知道 有錢人的錢是怎麼來的嗎 省出來的 像我們就不太會 好 那省錢學會了 那你熱蹦的原理你學會了嗎 你可以把它想像成是 冷氣的冷熱交換 我們冷氣為什麼會吹出冷 因為冷煤嗎 把空氣抽離 分成熱空氣跟冷空氣 你冷氣的外面 是熱的 它把冷空氣放到你的家裡面 對不對 那你可以把這個原理換過來 它把熱的留下來 放你家了 那冷的呢 排出去 那這樣怎麼沒有人把它當冷氣 好聰明喔 你是不是可以得諾貝爾獎 不是 我跟你講有人這麼講過 也有人這麼做 在台灣不適合 什麼時候的熱水澡要特別燙 冬天 你冬天開冷氣嗎 欸 欸你這麼想到 就像是還有第四種熱水器 叫太陽能熱水器 冬天有太陽嗎 欸 欸 這個時候 來聰明的省錢人應該怎麼做呢 用太陽能板 然後買熱蹦的熱水器 一邊賺錢 一邊在省錢 熱蹦的熱水器有個好處就是 如果當熱蹦的能量不夠的時候 怎麼辦 換電就好啦 所以看了我們頻道這麼久的你們 相信大家在工業知識 越來越普及 你就會發現 很多人在講的一昧說 什麼不好 什麼不對 什麼錯 或什麼是好的 其實是每個不一樣的人 他有站在不一樣的立場去擁護人 但是呢 你一定要從各方面環境 或是各方面的系統下 去評斷 評斷回來說 你家適合裝什麼 或者是你們家適合用什麼樣的東西 有些東西你要注意 就不管你是在Ebay 還是Amazon 去買到一些進口的家電 你要看一下台灣的電 跟你進口用的電 是60Hz還是50Hz的 因為在台灣其實是60Hz的 那你如果去買到50Hz的電器 插在台灣上面 都是比較容易會故障的 那現在這四種種類你都學會了對不對 那你要如何在這四種類當中 選擇適合你或者是你家的功能數呢 還會幫大家做一個圖表 如果是瓦斯型熱水器呢 大家一般使用其實10公升它就非常夠了 如果這個時候你家不只一間浴室 你有兩間浴室或三間浴室或四間浴室 要同時一起洗澡呢 那這個時候你要另外注意的就是你的水壓 或者是你家的樓層有沒有超過三樓 那你就可以去選擇 12公升、16公升或者24公升的瓦斯型熱水器 而電熱水器或熱崩熱水器呢 它其實有算法就非常簡單啦 你可以去緊繃去算一個人大概就是80公升 你看我們人類洗澡多浪費水 而80公升每次重新加熱呢 大概就要一個小時到兩個小時之間 當然不一樣的品牌不一樣的加熱效果 也有不一樣的成效啦 所以這個時候如果你要兩個人同時洗澡 或三個人同時洗澡的時候 你就要用公升量去換算 你應該要裝多大 但是如果你沒有要同時一起 三間浴室、兩間浴室一起洗的話 你就可以抓一間 或者是你要一間浴室、兩個人洗 還是蠻刺激的 最後的最後 你們大家會正確開熱水嗎 直接緊繃大袋 沒錯 很多人不知道 像他 我磨了這麼多年我最一直也知道 不管你是擺頭式的還是左右開的 熱水先可以要大袋 最後再慢慢調回溫度 這樣子就可以了 這才是正確的熱水器使用方法 好那你如果喜歡這個禮拜的影片 或者是你想要支持我們超音燈上你的工業頻道 歡迎你加入我們的會員 或者是點點喜歡 我們都可以收到更多的留言跟更多的建議 都可以幫助我們做得更好 那謝謝超音燈的少年 我們下禮拜再見囉 Bubble 走吧下班了 我們這樣很爽 我們這樣拍完 然後我們就可以直接走了 還不用敞步 不然你要我站在好事多裡面 然後在裡面拍片 然後大圍觀這樣子 所以現在好事多也在賣熱水器 有好事多現在有賣熱水器 你需要的話你還可以現場洗澡 掰噗